因為原本中央說整個50個白名單 是想你銀行幫一些出事 放新紅機下去,你玩什麼 這個是應該平安銀行 整些東西向中央作個交代 大家好,歡迎回來第二節的股壇事件 一開始先說樓市 施生很多股民或網民都紛紛在你的專欄留言 因為之前在施觀點的專欄問 究竟政府想樓價升正跌 網民認為答案顯然意見 而施生理是明知顧問的 但其實綜合網民的觀點認為 其實中央或政府應該想香港樓市有罪下跌 施生理認為有罪下跌,有沒有可能呢? 而你民眾中指的事有緩急輕重 你認為香港經濟這一刻最重要解決是什麼問題呢? 網民說我身中有數 其實我身中沒有數才問的 如果純粹看政府的言論 一些行為 網民的推算是應該正確的 政府都是想看到樓價有罪下跌 認為樓價大跌 影響經濟的機會率不高的 即是如果他覺得經濟是出現危殆的 他可能在辣椒問題上是撤辣 就不僅僅是減辣 還有他在說 還有他還在說不要低估政府要增加土地供應的決心 以及又表示對後市有信心 這些都是反映他認為讓樓價下跌沒有問題的 還有很多時候仍然在說要讓香港的年輕人可以有機會置義安家 放在一個政治任務去看 即是認為如果年輕人容易買到樓 不需要為置義問題這麼煩惱 香港就不會出現太多的政治動亂 這個政府都經常放在口上 所以他應該是很想解決這個問題的 但是另一方面 一些實際的情況是逼得埋身的 政府不可以說當地產回落是對經濟沒有影響 首先他自己的財政都出問題 他怕地價的反應不好 就會被人作出某一種解讀 是對市場、對社會不利的 所以連地也不買了 原本已經賣得不好 保地價又收得少 你沒有理由 這個時候當樓價下跌是沒有了道的 樓價下跌地價也會下跌更多 財政也有問題 再下去 現在銀行的股價 那些做按揭 那些都可能有問題 當然樓市沒有股市下跌得這麼急 每個禮拜下跌零點幾% 很少過1% 但是他也持續下跌了一段時間 發展商開盤 發展商開盤也很多時都不是賣得好 賣剩下的貨也越積越多 對整個社會是有影響的 我看到這些影響正在惡化 政府有些地方做了事 好像減了股市 暫停賣地 但是又做得不太足夠 那究竟他有時好像去扶客 有時說我其實想你下跌 我不是真的來扶你 所以我未曾看得很清楚 我覺得有一些力量 譬如北京派來的人的一些說法 他們仍然覺得應該 要再跌多些 應該要朝這個方向 讓樓價跌多些 解決居住問題 但是有時政府也都面對現實 賣不出 唯有不賣字 不想賣得太便宜 賣得太便宜是怕甚麼呢 就是怕互惠影響連鎖反應 所以他其實都覺得 樓價跌不太好 會影響地價影響經濟 而跌是一個事實 不理它不行 亦是一個事實 在這樣的情況下 究竟你不可以做些事 就是要推一推 那邊就推一推 那邊就推一推 變成這頭廣跪 那頭廣跪出 自己的政策互相抵消 你不如這個時候究竟做甚麼事 現在似乎要先壓抑樓價 但我怕壓壓美景全供的時候 那邊已經受不了 所以又放棄 你認為有罪下跌是很難發生的嗎 有罪下跌 一般情況下都跌的時候一定比上升的 大部份的市場都是這樣 現在內地樓市就有罪下跌 它有罪下跌就是政府規定你每一段時間 最多跌多少 跌多了的 成交都不讓你成交 一個發展商現在開盤 它有限價 雖然現在越來越多地方開放 但是限價 不僅限你 升得多不行 跌得多也不行 內地 它有一個指導價 讓你跟隨 所以你看它 現在各個之有樓市跌得很厲害 但它公佈出來全年都是跌 不知道多少個percent 零點幾不知 所以有罪下跌就相當難 這樣就是有罪 但這樣的有罪可能是一個表象 先生你認為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究竟香港經濟現在政府最需要關心 或者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自己覺得樓價下跌 對整個經濟是會有很大影響的 樓價下跌 產生的影響其實是資本帳方面的影響 即是你的balance sheet裡面 你的財產就不是你trading 做生意的時候不建議 而是身家縮水 身家縮水 你沒有份不參與 我告訴你 除非沒有資產 除非你沒有資產 即樓價下跌 全香港現在有120萬個家庭有樓 三個人一個家庭 都三百多萬人 接近一半 都被牽連 這個牽連 數字遊戲 不是這麼簡單 你可能一生的積蓄 在一個工作了十多二十年 存回來的錢 跌一跌 可能不見了一半 如果跌得厲害 跌了去就是跌了去的了 去了哪裏 就沒有人知道的 但效果就是 你跌了 你上去賣樓做生意 那便賣了本來一千萬的樓 現在賣了五百萬 那你就不見了五百萬 你做了按揭 如果銀行緊張的 call 媽展 你不知道去哪裏 找些錢來補媽展 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 投資能力都會受影響 董建華年代說 樓價下跌 或者租金下跌 樓價下跌 對社會有益 那是P&L 即是損益帳 樓價下跌 Coronacan的得益 省了一兩年的租 不見了幾十年的積累 那個損失很大 很多人是無視資產負債表的改變 大陸現在房地產公司都是 就是因為資產負債表的萎縮 不是有誰可以逃脫 國企可以不面對嗎 你當它無料到 可能是最多資產 最多資產就是國家 蘇森 你認為現在要做的事 都是穩住資產價格在香港 我自己覺得如果資產價格出現危機 或者出現有單憂 你剛才一開始說股價下跌 都是資產價格下跌 是 這方面的不確定或出現風險 所造成的破壞力 是遠遠大於 現在個別年輕人可以買到樓了 那一年內買到樓的人平時正常都是 一萬多二萬人 新樓供應 但是樓價下跌是 一百二十萬個私人住宅都一起下跌 每年因買樓便宜的得益是很少的 所以這條鎖定計算清楚 先生提及過內地樓市 都有些問題想問問你 因為剛才有兩個消息都頗特別的 就是路透社的兩個消息 第一本地主要銀行已經停止向公共桿 和實力教育的地產商發放借貸 另外傳出平安銀行已經將41家內地發展商 列入白名單 應該會支持他們融資 其中最特別是包括新地和新世界 如果綜合這兩個消息 先生你認為會否香港房地產商 現在都與內房不相伴 還有很危險 當然不是 他們的借貸狀況 他們的資產的質素 他們的資產是很不同的 即是平安銀行即是平安保險下低 同一系列 這次投資本來有些公司都要求在內地 譬如我一直找就是碧桂園在不在內地 我真的會因而有些人又失望 因為原本中央說整個50個白名單 是想你銀行幫一些出事的 放新鴻基下去 你真是白名單 說是50個白名單是一些評論說的 應該是公佈了41間有資格的發展商 一半其實是與國企有關係的 大部分是國企來的 會否銀行取貸都是這些安全一點 這些不是別人需要錢與他借錢 而是他願意借 我電的時候很多銀行都罵我借錢的 現在經常收到電話 為了我有些便宜借給你 現在是政策上應該是去幫那些出事的房地產商 這應該是平安銀行製造少許東西向中央作個交代 放一些有實力的下去 那便放一些沒有事的銀行進去 地產商 放一些沒有事的地產商進去 所以放入裡面應該是沒有什麼事的 地產商不是 剛才只是不需要那麼擔心 而且日不日也作用不大 因為日了會有什麼好處都不知道 他沒有說這些債銀行的利率 就是國家指定的利率 加多少厘或減多少厘 他沒有說借到現有的資產的多少成 什麼都沒有說 所以我們沒有具體的 對待方法政策 我們去評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我能夠說的是 我裡面的銀行大部分都沒事的 是 發展商也沒事的 大部分的發展商也沒事的 不想太擔心觀眾 不過剛才我們由節目開始不斷說 似乎是負面消息 所有東西都下跌了 但有個資產近來其實都挺厲害的 好得我知道你都比較熟悉 就是虛擬貨幣 上星期SEC即美國證券交易所委員會 現在就通過了現貨的比特幣的ETF 令到資產價格比特幣也一度是升了很多 好得你怎樣看這個改變呢 會不會SEC放綠燈或者開綠燈呢 其實未來是一個虛擬貨幣的新的里程碑呢 先說一點就是現在可以買比特幣 即是比特幣的ETF 直接買那個比特幣 其實之前也有類似的產品 但未必是ETF 未必是直接持有實體的比特幣 可能用一些現身工具等等 今次他期待了一年了 其實一年時間就是很多不同的機構 就是希望發行一些比特幣的ETF 最直接的影響是甚麼呢 就是傳統的金融或傳統的投資者 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可以參與這個資產 這是最直接的 他喜歡不喜歡也好 但那個渠道是開通的 永遠就是如果你把水壩的閘 拉闊一點 有機會多些水 現在可能是冬天沒有水 但夏天有水的時間 始終是多了一個渠道 讓一些傳統的資金可以參與 那對那個資產通常就有幫助了 當然 剛才你說的 這個東西都是有少許是 雖然他說是比較新的資產 或者未必是水資產 先生覺得很磨擺 但總之人家會有投機成分 也會有Buy on Womers Sell on Debt 大家期待的時間就炒上去 當它變演的時間 它就會落回來 所以好像突然炒到接近4萬9000 然後就落回來 因為這個ETF的批准 其實也有很多資金可以在炒作 另一個同時也會影響 剛才你問過炒完一轉 還會有甚麼變化呢? 第一個就是他們在Bitcoin的設計當中 有一個叫Halving的概念 即是每隔一段時間 大家記得在挖礦 挖礦就是大家 如果用力的觀眾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他們用電腦去解答一條數學題 解答到你就會有獎 這個其實就是他透過這個方法 就維繫成Blockchain裡面的記像方法 現在最簡單理解 他為何要將它Halve 就是當初設計的時間 如果密德幣或虛擬貨幣的價值不然膨脹 你理論上將獎勵減少 可能之前送兩顆給你的 現在送一顆 所謂這個叫Halving 即是減半 理論上價格都能夠有足夠的競爭力 令到抗工繼續做 之前大家有個看法 幾次Halving之後 其實對比特幣的價格都會有提升 但我自己整體來說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這個沒有那麼短線 中長線一點 其實在今次美國會批准一些ETF去買Bitcoin 其實有一點我比較老套 我覺得是收編的一個過程 美國覺得他未必能夠打壓到Bitcoin 或者虛擬貨幣 即是好像黃金一樣 美國就不想見到黃金流行 所以他要打壓他 就算你買 要不就說黃金非法 要不就用美元計價 因此他用美金多於用黃金 在比特幣或虛擬貨幣 其實我覺得中長線的發展 都是有一點類似 他覺得他無法消失新的ASSET CLASS 因為黃金本身都是挑戰美元 因為虛擬貨幣很多當日最忠心的思想之一 就是去中心化等等 即是覺得現代的貨幣系統出問題 所以勝出虛擬貨幣 現在他覺得大小去到一刻 其實你無法摧毀他 那就收編了 因為現在你看到 其實就算很多人要買虛擬貨幣 其實他要買一些所謂的穩定幣 穩定幣其實現在最基本就是 全部都叫USDT或USDC 都是美國公司發行的穩定幣 即是你拿人民幣也好 港幣也好 都是換回來 去買虛擬貨幣 其實都是換了美金 所以現在你所有人參與的虛擬貨幣 其實必須要是用美元 其實就是將美元霸權 實在一步 除了這個ETF的跡象之外 你見過過去一年也是 即是過往做得比較大 非美國的虛擬貨幣公司 包括FTX、Binance 其實在這段時間都是被打壓的 唯一一種生存 看到一些Coinbase等等 都是美國公司 所以我的其中一個理解就是 其實虛擬貨幣也成為 美元霸權的一種延伸 所以他就會有關顧下 應該就像之前說有機會被打壓 去致滅亡的風險就減少了很多 聽你這樣說 似乎成為了美元的延伸 前景不太差 不知先生 主要問問先生 其實虛擬貨幣界也有名的 因為你提到Bitcoin要買到 雲吞麵才可以有用 其實很多人都討論過這個問題 雖然先生可能你不太認同這個資產 但近年似乎這個資產明顯是上升 其他大部分港股都跌得很慘 先生你會否接受 現在似乎虛擬貨幣也真是一種新興資產 在你的資產上配置一部分 現在你做的現貨的虛擬貨幣的ETF 對於投資者來說 因為香港都會感覺上比原先的良好一點 因為他知道自己買了什麼東西 如果不是他只是設計一堆衍生出來的東西 他只是無疑到比特幣 即是他無疑比特幣的價錢 就不是自己擁有比特幣 即是他不需要擁有比特幣 都可以去無疑和比特幣一樣想學 即是我不用擁有馬場 都可以開外圍的話 如果在馬場島 你真是哪一隻熱門、哪一隻冷門 是有人參與下去所造成的 外圍有多少島 不知道的 你不影響投注賠率而已 現在這些都是的 你買一些模擬東西 如何影響到真實的東西的供求 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以前大部分搞這些 他有沒有比特幣在手也不知道 他有外圍 買外圍要補費 你自己那裏是熱門 原來是大冷門 你不死硬 現在可能是這樣的 你那家外圍公司補不撤飛 到時便不能派 其實聽你這麼說 你對正面 對比特幣的現貨 即是現在 要求而嚴格一點 遊戲不同了 跟以前不同 以前讓你做模擬 我如果外圍有得做 不用一定搞馬場養馬 訓練馬 又要聘練馬師 有多少事情要搞 你弄完我只要倒 以前那些是否這樣 我舉例 我想不錯得去哪裏 那麼那麼虛的事 讓你一處搞這麼久 政府我都覺得是有些問題 當然現在略為好些 可能吸引到的資金會較多 之前那些全部都是投機 搏一波等於這些新的 始終有 因為現在在貨幣系統 真的存在缺失 有危機的時候 有人想作這些投資 我只能夠說我只能夠說現在 我只能夠說現在 在貨幣系統 或者經濟界 或者經濟界 分析界裏面 都有人 類似我 是完全否定他 都有的 現在可能會略為多些人參與 但是已經跟最初的設想有不同 設想應該是取締現在的中央 最中心法 即是中央銀行操控下的貨幣制度 獨立自己存在的能力 現在變成與美元掛鉤 以美元算加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讓你投機的產品 它不是貨幣功能 如果這樣 就更加永遠不會買到雲吞麵 不過規範化後 應該和施生說 應該安全一點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香港會不會推出現貨的比特幣 或者以太幣的ETF 我們今集的時間到此 大家對剛才的話題 比如比特幣 內房的特別意見 都可以歡迎留言 最重要是喜歡我們的節目 Like、Shar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講到阿根廷 大家最熟一定是拿世界盃 和求星梅建國 不過最近出足的人 還比梅建國更有名 他就是有阿根廷特朗普 之稱的米雷伊 這位極右派狂人 只是投身政壇兩年 最近贏了總統大選 競選時已經提倡用休克療法 去拯救阿根廷經濟 那邊經濟究竟有多差? 政府債務佔GDP89.5% 貿易赤字430億美元 撐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50億美元 作為南美洲第二大經濟體 其實百多年前的阿根廷 完全是兩個世界 他曾經是世界十大有錢國家之一 南美第一個富裕國家 為何會變成現在這麼窮? 而米雷伊的休克療法 又下了什麼藥呢? 這條片跟大家講一下 看看對香港未來 會不會有啟示